这个是马来西亚的第一辆国产 EV 就是这个 Myvi 的纯电动版本 它们叫做 Emo-i 那么今天大家来看一下这个 Emo-i 特别的点在哪里 那么这辆车其实就是个 Myvi 改成电动车的车型的 这个好处就是在于它的成本会低 虽然官方没有表示以后会不会发售 但是我觉得它们既然做得出来就是有发售的计划 那么这辆车采用的是一个57.6kWh 的电池组 官方表示它的最大续航可以到400km 如果是400km 以一个市区驾驶的车量来讲 我觉得是相当足够了啦 它的电池最高转速可以达到1万转 那么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161hp 风水流率表现315Nm 然后官方预计它的0-100加速可以在7秒-9秒左右 如果真的是可以以这个时间完成0-100加速的话呢 那么这辆车就会是这个最快的 Myvi 那么很多朋友喜欢讲 Prodo 不搞研发啦 但是实际上哦 买它速它并没有电动车的技术 所以这一个 Myvi EV 呢 基本上是 Prodo 自己搞的 他们就把这个 structure 展出来 可以看到这辆车哦 其实是支援这个 CCS2 规格的充电速度 我刚才确认了它的规格表 它的低细充电是50kWh 然后它的 AC 是11kWh 如果是 AC 的话 它的速度比起马来西亚很多的电动车还要快啊 然后它的电池组基本上是安置在车辆的后部 所以它会给到一个比较好的配动 所以我相信这个 Myvi EV 呢 它的这个操控表现呢 其实也会比起普通的 Myvi 更好啦 那种设计的部分基本上就是 Myvi 啦 没有什么特别 不过它就是更换了一个这一个旋钮式的排胆杆 然后剩下的东西就是一个数位化仪表可以显示电量跟车辆的资讯等等 然后它的后排部分呢 也是一个四座车型啦 就是 2 加 2 而已 中间我估计它们是为了放电池 所以它们这样做出这样子的 design 然后 Polo 都会有讲到哦 这个电池组它是分成 8 个 CELL 也就讲如果是今天你的单独一个 CELL 出现问题的话 你可以只是更换那个 CELL 而已 不需要把整个电池组更换 所以这样子下来呢 它的这个维修费用就会便宜很多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呢 如果你是用 50KW 的这个 DC 快充充电的话 只需要一小时 10 秒呢 就可以把电量充满 所以这个充电速度基本上还是 OK 的 那么该我有跟 Polo 都的工程师交流一下 他们讲这个系统呢 基本上完全是马来西亚的X开发的 也就是 Polo 都跟其间马来西亚的大学合作 你来研发套系统 它们的目标就是把套系统靠在它们的信息的时候 它们就可以使用 而之前有传播来讲 他 Polo 都跟一间红豆公司合作开发电动生 这个消息其实是他们讲没有那么准确啦 这个就是参与研发 Polo 都 Myvi 工程师的名字 所以代表是这两车是自主研发啦 那么我再补充一点这个 Myvi EV 的数据 它的电机是一个轻量化的热气 重量只有 95KG 然后加上电池组之后呢 它的车身重量其实只有 1400KG 左右 在目前马来西亚市场贩售的电动车里面呢 这个电动车的重量算低了 而且它的电池组是可以耐极低温跟极高温 最低的工作温度可以到减 40 度 最高温是 105 度 所以呢这辆车是经过了一个完整的测试啦 我自己也是希望它可以早点推出市场 因为目前马来西亚的电动车其实还是比较贵税来讲 可能已经在 10 万块左右了 但是对于一番的人来讲 还是比较难复材的 所以如果接这个 Myvi EV 出来 卖你一个 6 万块到 6 万 5 千块的话 你觉得你会买它吗 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在车展带来的简短介绍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要把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 最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啦